大家好 歡迎大家關注新聞看點 我是李沐陽 在今天 就是3月17日的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 發言人耿爽不爽了 他表示美國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和中國聯繫 是對中國搞污名化 對此表示強烈奮慨 堅決反對 耿爽不爽顯然是因為川普在推文中 第一次使用中國病毒這個稱呼 在武漢肺炎奪走了55條生命之後 英國政府昨天推出了新的避險措施 前天 川普政府高級衛生官員宣布 本週在全國範圍推出冠狀病毒檢測系統 並且提出了美國應對疫情的主要戰略 曲線抗議 隨著美英兩國出台新的抗議措施 中共美軍傳播病毒的甩鍋謊言 已經是不攻自破了 昨天晚上川普發出了一則推文 美國將有力支持那些特別受中國病毒影響的行業 例如航空公司和其他行業 我們將比以往更強大 另外在3月10日川普轉貼了一則保守派 學生運動人士科克推文 科克在自己的推文中使用了中國病毒 昨天國務卿蓬佩奧與中共外事辦主任 楊潔篪通了電話 就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美軍傳播病毒論》表達了美方的強烈反對 呼籲北京當局不要散播虛假訊息和荒誕的傳言 現在是各國團結抗議共同威脅的時候 中共官媒沒有提及蓬佩奧的講話 但是用了一種強硬的措辭 報導說楊潔篪表示美國一些政客 詆毀中國和中方的防控努力 對中國污名化 中方堅決反對 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今天更不爽 他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明確反對 將病毒同特定的國家地區聯繫 反對搞污名化 中方敦促美國糾正錯誤 停止對中共的不端指責 很顯然趙戰狼一系列的甩鍋 成功的使美中兩國的關係 已經進一步惡化了 上週趙立堅在推特上指責 美國政府隱瞞真相 要求美方解釋 並且還說美國軍人把病毒帶到了武漢 說到這兒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事兒 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報導說 趙戰狼質疑美軍到武漢傳播病毒 沒事兒 但是此前有大陸的民眾指控美國放病毒 卻被關了10天 事情是這樣 在2月初新聞報導顯示 一名內蒙古的民眾蠻某 曾經在1月26日發表一個話題 名為是經典話題 不聽後悔一輩子 這個網民在影片中編造說 現在的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 是美國向中國使用病毒基因武器造成的 這個假交際播放量達到了14000次 結果被內蒙警方行政拘留了10天 並且罰款500元人民幣 報導引述蘇繼承律師強調 在疫情防控期間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製造和故意傳播謠言 否則將可能處以10天以下的拘留 構成犯罪的將要判最高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這個消息當時被眾多的大陸媒體紛紛轉載 至今還可以搜尋得到 那同樣做一件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對待 趙立堅代表中共代表中南海向美國甩鍋 不僅沒有被拘留和罰款 反而得到了中共的力挺 而內蒙古的那個居民說 同樣的事卻被拘留和罰款 所以有網友留言說 果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姓趙 我們接下來說一下英國 昨天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 要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和與人接觸 人們應該盡可能居家辦公 新出台的抗疫避險措施 包括所有人應該避免參加聚會 避免前往酒吧 夜總會和劇院等 人群密集的場所 除非必要 不要到訪養老院探望朋友和親人 週末之前有嚴重健康問題的人 必須最大可能的避免社交活動為期12週 另外 如果家庭成員中有持續性的咳嗽和發燒 所有家庭成員必須居家隔離14天 有持續咳嗽和發燒的人 盡可能留在住所避免外出 甚至不要外出採購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不過可以外出活動健身 但是要注意保持安全距離 學校仍然是暫時不關閉 就在英國推出避免措施的前一天 美國出台了曲線抗疫戰略 從昨天開始實行的 美國急公中心做的示意圖顯示 紅色部分是不採取預防措施 可能會出現病例急劇上升的情況 也就是大量病例激增 醫療保健系統將不堪重負 藍色曲線代表採取了預防措施 病例數目會比較低 而且分佈的時間比較長 也就是說病毒傳播減緩 為醫療系統贏得了時間 這是全球許多地方都在尋求的目標 白宮應對武漢肺炎疫情的傳染病專家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 在前天記者會上宣布 從星期一 就是昨天開始 通過谷歌網站在美國全境 推出一個新的武漢病毒檢測系統 在全國各地設立流動的檢測站 民眾不需要下車就可以檢測和完成病毒取樣 見證到3月以來 美國的疫情是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 從3月初只有兩位數 這個確診案例到3月17日 就是今天突破3700例確認 死亡人數達到70人 白宮武漢病毒小組應對協調員 比爾斯警告一旦全美檢測能力上升 那麼確診數字將大跳升 在突發的疫情面前 美國接連採取了幾個大動作 3月13日川普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承諾啟動500億美元的資金對抗疫情 行政和立法部門也正採取緊急行動 眾議院3月14日投票通過了 《家庭優先武漢肺炎應對法案》 估計本週將在參議院通過 之後由總統簽署實行 3月15日 副總統彭斯承諾 從16日開始 全美各地將有2000個商業實驗室 加入到檢測行列 週末可以提供190萬的樣本檢測 美英兩國採取的抗疫動作 與中國爆發的武漢肺炎疫情 在時間上是有一個明顯的先後順序 中國的疫情已經非常嚴重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美英兩國才剛剛發現疫情 那假定 像中共戰狼們所說 是美國士兵把病毒帶到了武漢 戰狼們的意思是 美國人早就知道爆發疫情 但是隱瞞了下來 美國醫護人員故意混淆 武漢肺炎和流感 首先 上海華山醫院援助 武漢專家組組長張文宏曾經說過 武漢肺炎和流感是很容易區分的 所以美方的醫護人員不可能把武漢肺炎當成流感 也不存在故意混淆的問題 其次 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 這種病毒有著超強的感染力 最短的傳染時間只有16秒 這些人去中國的途中 有很多人跟他們同時乘坐飛機等交通工具 那麼那些人為什麼沒有被傳染呢 第三 如果那些美軍士兵到中國之前 已經在美國染病了 那麼根據中國染病現在的情況來推論的話 美國在中國之前就應該爆發了疫情 但是沒有 美國發現疫情是在中國全面爆發以後才出現的 我們根據媒體報導 美國發現的第一例病 疫情正是從中國來美國的人員 第四 大家再想想 美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不像中共控制著中國 拼命的捂人嘴 動不動就抓人打人 甚至扣上一個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在美國 連中共官方媒體都可以隨便宣傳報導 美國明知道那些媒體在說瞎話 甚至說美國不好的話 但仍然給他們言論自由 那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邊 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 媒體就會把事情翻個底朝天 假如美國有疫情 媒體會不報導嗎? 其實戰狼向美國潑髒水的理由呢 就是根據《南方人物周刊》2月3日的一篇文章 文章中提到說 武漢舉行的軍運會上有5名外籍軍人患病 但是那篇文章說得很清楚 那5名外籍軍人患的是瘧疾 跟武漢肺炎沒有一毛錢關係 而且那5個人還不能就確定是美國軍人 從這些方方面來看 中共戰狼們的說法完全就是潑髒水 在鐵證事實面前 戰狼們的美軍傳播病毒論是不攻自破的 翻查中共對武漢肺炎的報導 可以追溯到去年的12月31日 大家知道當時中共官媒 中國新聞網 新浪網等等多家官網 都發了這麼一條消息 標題就是 武漢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 病例大部分是華南海鮮城經營戶 這是中共官媒第一次使用武漢肺炎的稱呼 也是從這開始 武漢肺炎就被人們接受了 叫開了 別人說武漢肺炎 包括外媒的報導 都是跟著中共官媒在學 只不過世衛組織後來 把武漢肺炎改名了COVID-2019 然後還有大陸網民給英文名字漢化了 叫可畏的2019 既然是中共官媒率先使用武漢肺炎的說法 那也就不存在耿爽口中的污名化 其實世衛組織正式命名之後 很多媒體都在使用新冠肺炎的說法 但是跟恰恰就在趙立堅連發五推 向美國甩鍋之後 人們反而把這個病毒稱為武漢病毒了 也把新冠肺炎叫回了最初的武漢肺炎 這個名字正所謂投機不成反噬一把米 趙立堅的甩鍋行動 對人們起了一個提醒的作用 不過新聞看點是在他提醒之前 就已經開始恢復使用武漢肺炎的稱呼 我們發現中共在大陸網路上通過五毛放風 試圖轉嫁它隱瞞疫情導致大爆發的罪責 於是我們在3月5日 就恢復使用武漢肺炎的稱呼 中共的甩鍋這種不道德的惡劣行為 很像中國民間的一種說法 放屁醜別人 就是他自己做了壞事卻誣賴別人 不過事實很清楚 證據確鑿 中共甩鍋卻是引火上身 上週次 佛州博曼法律集團提起了一個集體訴訟 批評中共明知道武漢肺炎病毒的危險 卻行動遲緩沒有及時的報告和遏制疫情 批評中共以它一貫的鸵鳥政策 自欺欺人的心態 用經濟利益蓋過疫情真相 導致疫情泛濫全球爆發 其訴書中指出 中共政府的行為已經造成 並且將繼續造成人身傷害 死亡和其他損害 要求中共當局和國家衛健委 民政部 應急管理部 還有湖北省政府 武漢市政府賠償損失 所償金額超過10億美元 起訴人是佛州的4名居民 還有當地的一家棒球培訓中心 律師是博曼集團的律師摩爾 目前律師樓正在尋求 感染武漢肺炎所影響的美國人都來加注 以達成集體訴訟的目的 不過被集體訴訟 顯然還沒有讓中共當局接受教訓 他們還在繼續撒謊 意大利的網絡媒體調查連線週日報導說 中共戰狼部的華春瑩和趙立堅 最近在推特上散布假新聞 聲稱義大利人感謝中國援助 並播放中共的國歌 調查連線的標題是夠了 多謝 批評中共戰狼發言人們的工作之一 一就是散布虛假信息 文章呼籲意大利政府首腦 即使在對抗疫情的關鍵時刻 也必須站出來澄清 文章說 倘若意大利是一個嚴肅的國家 政府領導人就應該站出來做出回應 不過到目前為止 意大利官方還沒有做出表態 值得注意的是 戰狼們所說的援助 其實更多的是雙方之間的交易 上週中共向意大利運送物資 運輸包裝上著名的是持員的字樣 但是法廣引述意大利方面的消息 除了口罩和消毒液等用品之外 其餘的都是意大利花錢採購的物資 不是贈送 更多的是兩國紅十字會之間的交易 說到紅十字會 還得說一句 這些賣給意大利的物資 是不是人們捐贈的呢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電視節目部分 如果您喜歡新聞看點 可以點擊視頻右下角的點我訂閱 我們有新節目上傳 您就會收到通知 另外 也希望您把新聞看點 分享給您周圍的朋友 在今天的會員區 我們結合網友的爆料 來看看中共的虛假宣傳騙了多少人 來聽一聽海外回國人員的哭訴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其實呢 然後請說